众所周知 秦潇贤因其幽默的性格在相声界可谓风生水起 而由于他帅气的外表 一度被称为德云社的门面担当 他虽然不是专业的喜剧人 但他却有良好的相声功底 能够将台词和表演巧妙结合起来 深受网友喜欢 近期 秦潇贤还拍摄了电影《扬名立万》 随后接受了专访 当工作人员问他 相声对于他来说是底气 那么电影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 他当即表示是勇气 其实说相声和拍电影也算是跨度比较大了 而第一次拍电影对于老秦来说 也是一次比较大的尝试了 扬名立万讲述的是一群不得知的电影人 被困在密室内 他们努力寻求真相 却一步步走进更大的谜局 其中的紧张的刺激 调动了很多网友的心弦 而他所想表达的主题 正是只要心怀正义 每个人都可以扬名立万 而其中所要靠的正是勇气 短短几天就在业内 业外收获极大的好评 连续三天获得日票房冠军 口碑良好 票房大卖 这样的局面也是少之又少的 而秦肖贤作为一名新人演员在扬名立万中 又耸又正义 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采访中有工作人员询问电影综艺和唱歌 他更喜欢哪一个 他表示重点还是想好好拍戏 这是他所喜欢的 在拍戏的过程中 能够去尝试很多以前从来不敢的事情 这也给了他很多勇气 对以后的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期待老秦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网友纷纷表示 很开心老秦能够跨出这一步 走出自己原本的舒适圈 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也让更多的人对他刮目相看 秦肖贤本人也算是个活宝了 经常惹众人爆笑 他谈起自己首次大荧幕经验 他偶然因为一场饭局被导演相中 第一次拍戏难免困难重重 他当时表示 只要他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让众人大笑 而在采访时 他也提到万一以后会拍到吻戏呢 那才需要更大的勇气 希望他会许愿成功吧 为了更好的拍摄 他在片场认真拍戏颠枪 对他来说 可真是一个技术活儿了 他也不断向前辈请教 在影证的帮助和示范下 他很快的就学会了 大家觉得这个枪卡垫得怎么样呢 而此次电影 杨明立万他更是担当主演 由于他个人爱好悬疑片 剧本杀 动作戏的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能够融合自己的爱好 也是非常不错的 相声是他的初心 但不难看到 他的这身军装真的被惊艳到了 而这部电影 更是邀请到了众多明星大咖 老秦要和这些经验丰富的演员标系 无疑是压力很大 其实一部电影中 演技的对比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接的好可能名声大起 接的不好也会受到许多吐槽 还好老秦的相声底子足 表演的基本功很扎实 跟前辈们配合很好 演出了自己的特点 近年来 秦潇贤可算是德云社的流量明星 众多媒体几乎都把关注点放在了他身上 其实从相声演员跨到电影 之前的孟赫棠 岳云鹏等人都有尝试 只是热度没有这么大 杨明立万票房一度大卖 秦潇贤的演技也被大家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德云社终于出了一个好演员 期待秦潇贤在未来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一修说语